任达华老婆琪琪中曝光,原来那么迷人,难怪看不上翁红舟诗哑。 任达华老婆琪琪中曝光,原来那么美,难怪看不上翁红舟诗哑。 相信很多朋友对香港影帝任达华都非常喜欢,他在娱乐圈的几十年演艺生涯中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经典角色,从刚出道时跑的各种龙套到后来多次摘的影帝奖项,也是一步步让他的演技更加精湛炉火纯青。 他的家庭感情生活也是大家非常羡慕祝福的,一起去看看吧。 任达华出生于中国香港,父亲是香港警察,早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就因公去世,母亲靠在工厂打零公公三个孩子读书。 任达华日常读书之余,帮母亲做塑料花,穿珠子赚钱弥补家用。 后来他开始通过做模特和拍广告帮补家里,幸运的被TVB看中,进入了影视圈。 先后主演了《古惑仔》、《黑社会》、《岁月神偷》、《杀破狼》等经典警匪片,演技不逊影帝周润发、梁朝伟。 任达华能有如此成就,还多亏一个非常厉害的哥哥。 他的哥哥是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可以调动飞虎队,在娱乐圈无人敢惹他。 之前,任达华在拍摄的时候,就与女主权志贤成为之心朋友,两个人经常约在一起爬山。想想女神结婚的时候,还要请华哥一起去韩国参加婚宴,可见华哥多有魅力。 任达华和很多女星合作过,像叶玉清、关之林、温碧霞、邱书珍、张敏、翁红、李时珍、朱音、舒启、易能静、陈冲、张静初、李祥然等现如今的一线女星都合作过。 任达华和温碧霞两人曾经合作过电影《惊变》和《相混》都非常著名,时隔多年后再次同框,引起众多网友的回忆。 视野一帆风顺,老婆也是香港名模琪琪,两人一见钟情,任打华的太太琪琪原名费琪,香港著名模特儿,父亲在当地投资高速公路工程,家底丰厚,声望显赫。 13岁举家移民奥地利,1995年到香港发展。 任打华小12岁的妻子郁嘉诚洞灵美少妇了,49岁的琪琪保养到位,179的高度场她很强大。 肤白貌美,让人羡慕。 任打华在72层骑楼的的时候提到琪琪场主,早原然和,而法子是在百度搜的,身材高挑。 原来是这原因,模仿她做了采两礼拜,裤头都松了一大圈。 任打华小12岁娇妻原来长这副模样,难怪连全智贤女神和温碧霞女神都看不上。 17岁时琪琪在奥地利被发掘当模特,而任打华当年在杂志上看到琪琪的照片后惊为天人,立刻展开追求公式。 当时琪琪身边有很多追求者,任打华除了温和的相貌外,其他条件并没超过多数追求者。 但是任打华的细心体贴与呵护被制,最终赢的美女琪琪入怀。 任打华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绯闻,婚后老婆为她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而现在的女儿任情家,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六,完全全遗传了父母的好基因,这样的家庭,看著让人非常羡慕。 而且任情家五官非常漂亮。尤其是一双眼睛长得又大又亮。 像她妈妈一样除了脸蛋好看,还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而且身材也非常好,特别是一双大长腿抢眼。 女儿任情家今年12岁,身高已经1.7米,遗传了父母的所有优点,长得比爸爸妈妈都要好看。 而她在近年也成为了港媒的目标,像前几天,当时天气还没有变冷,记者就拍到她放学的照片,小美女穿着热裤,露出一双大长腿,这根本就已经是超模的雏形了。 网友们都纷纷开始调侃任达华,称其为岳父大人,等到了岁数就来上门提亲了。 小编想说,咱能低调点吗?不要吓到人家小姑娘,人家才12岁嘛。 1997年,任达华和名模琪琪结婚,婚后没多久,便自己砸重金买房。 任达华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是要买一间屋写老婆的名字。 打拼40余年,加上投资友报,任达华在全球知名城市拥有30多处房产,媒体报道,现在房产几乎都登记在老婆名下。 任达华演技如此出色,而人品有极佳,真的是现如今几乎没处找的楷模男人。 此外他还是一个爱妻的老公,对老婆很好,自他出道以来一直没有什么绯闻,洁身自好,对爱始终如一,真的是新时代的好男人啊。 中文字幕可预期RES 中文字幕可颅